有些病人需要用藥物去幫助 情況比較嚴重 其實很多病人都會某段時間 需要用藥物去幫助 一些簡單、輕輕一點的 就是一些中和胃酸的簡性藥物 那些可能是拿不拿一次的 就會有幫助 但是我們最常用的藥物 就是質子泵抑壓劑 質子泵抑壓劑可以很有效地 將胃中的胃酸減低 所以就算湧上來的酸性也不太高 令到症狀減輕 這是藥物中最有效的方法 質子泵抑壓劑最有效是 吃飯之前30至60分鐘才有效 當然不同的質子泵抑壓劑都會有不同的特點 有些質子泵抑壓劑可能功效比較長 吃飯後最初會釋放藥物 四小時後再釋放藥物 令到胃酸性減低的時間就會長 相對來說 可能抑壓胃酸的功效就會做得更加持久 有些個案是說吃了質子泵抑壓劑都不行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第一我們要回到我們的診斷 去確定診斷是正確的 這個真的還是胃酸倒流 有些個案真的嚴重到質子泵抑壓劑都控制不到 當確定胃酸倒流不是其他問題 而引致症狀的時候 質子泵抑壓劑就不行 我們可能要再加一些藥物 我們有一些藥物是 例如一些舊式少少的 都是控制胃酸的藥物 可能晚上會加一顆進去 或者是加一些藥物 它就不是質子泵抑壓劑 它是幫助胃的餘動 是令到胃快清掉食物 這些都是犯程式的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去帶給一些讀者 就是有很多病人來到 都會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就是說胃酸倒流 我看了很多醫生 吃過很多次藥 但是為什麼都根治不到 那我會跟他說 胃酸倒流的成因 就是因為潑藥肌鬆弛了 所以鬆弛了鬆弛了 我們說根治是很難的 我們可以很有效地用藥物去控制 或者生活習慣上改變 就算吃藥也未必需要吃那麼近 或者吃那麼多 但是你說完全根治、甩味 那些 胃酸倒流的問題其實是難的 我覺得重要的是 病人要明白這件事 如果是他看很多醫生 吃很多藥都覺得根治不到的話 就會令到他很困擾 所以要明白這個病的因由 和展望是怎樣